各位兄弟 又到了我们丐邦 一年一度粤州大会的时候了 只可惜今年 红帮主遭了难 不能前来参加此次大会 不过红帮主 委托了一位年轻少侠 前来主持大局 什么啊 红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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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丐帮兄弟 有个噩耗 要向大家宣布 洪老帮助 再也参加不了 越州大会了 他老人家 已经在临安归天了 是死了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他幸好不走 杨少少 具体原委 还请你向丐帮兄弟 说个清楚吗 洪帮助于一个月前 在临安府与人比武 不幸失手受了重伤 继而不幸去世 一个月前 师父应该和我们在一起 原来他在胡说八道 这小子是老骗子 求贤团的高屏吗 竟学会了那套 假装死军的臭功夫 你胡说 洪帮助武功盖世 怎么会失手呢 是谁杀了洪帮助 快告诉我们 是谁杀了洪帮助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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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到他们的大举围攻 这才挂不敌众 黄老邪和臭道士 他们为什么要杀洪帮助 他们联手杀了洪帮助 第二次华山论剑 就能少一个劲敌 报仇 为红帮助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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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静一静 听我一言 此次 洪老帮助惨奏不幸 是我该帮前所未有的一次劫难 眼下咱们有两件大事要办 第一件 是遵从洪老帮助的一命 奉利第十九代帮助 第二件 是商量怎么给老帮助报仇雪恨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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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利新帮助 是我丐帮的头等大事 我丐帮兴衰成败 以大半取决于帮主的德财 依据我丐帮历代的规矩 新帮主要由旧帮主定立 杨少侠 怎么洪老帮主临终之前 可有什么遗命 他又要说什么王话 洪帮主遭奸人围攻 身受重伤 此之命不久矣 临终前 将这法杖交给在下 命在下接任 第十九代盖帮帮主之位 哪个大大包子 班长 洪帮主和你非亲非故 他为什么要将帮主之位传给你呢 这个人的活生 武长老 你不顾洪老帮主的临终安排 还是因为你们乌一派 没有执掌丐帮啊 我觉得这时候他来路不正 我怀疑他 假传帮主之命 我途经明安 见到洪老帮主 遭奸人所伤 好意相助 只可惜在下武功低威 力不从心 洪老帮主 为了报答在下的恩情 这才传位于我 杨哥 你怎么门口胡言乱语 各位 这位杨绍霞手中所持的 确实是本邦的胜物 哪位弟兄若有疑问 可上前解释 队长老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等 愿遵从洪老帮主的一命 放杨少侠 为丐帮第十九代帮主 大家不要相信杨康 千万不要信啊 在下年轻实险 无德无能 奉帮主一命 统领丐帮 还望帮中 诸位长老 齐心扶索 愿我丐帮 真心万代 真心万代 统领 我太阳,我太阳,我太阳